蓝宗主 魏无羡闻言一惊 担心他们兄弟二人会因为自己吵起来 蓝西辰却又看向他 话锋一转 道 但依我对无羡的了解 此事也许 真的另有隐情 既然事况尚不明晰 那么分歧争执也并无意义 蓝西辰转眼对魏无羡道 无羡 你或许确实看到了什么东西 但你也并不能证明 你是在蓝灵金室的密室里看到的 或者 你有何可服以佐证的根据 魏无羡顺势谈及 在与赤丰尊的头颅共情时 听到的金光瑶弹奏的清新音喜华曲里 语言曲有出入的一段 推论这可能是灭明觉走火入魔的诱音 脸方尊金光瑶记忆超群 甚至可以记得 玄门百家宾客里每一个人的面貌 姓名 喜好已安排宴席 就算喜华再冷屁难席 金光瑶只要学会 便不可能记错 清新选曲对于习刀道的聂明诀极其重要 所以这段错误的清新选曲 一定与赤丰尊走火入魔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而有着这样阴邪效果的曲谱 在姑苏蓝氏的禁书试中 的确有一本东营乱破抄 并且其中恰好有前后两页奏合不了 一番推测巨实 证据直指金光瑶 蓝锡辰得知大哥的死竟然有可能是被自己的三弟设计所杀 甚至他还在无意间推波助澜 推动了聂明爵的死 这样巨大的几乎颠覆他所有对金光瑶的认知和信任的信息 足以让蓝锡辰心神不明 连自己已身亲是邪谱这样的话都说了出来 冷静下来之后 三人都没有说话 不出藏书阁之后 蓝忘机才道 我去见叔父 回来之后 魏无羡受伤未醒 蓝忘机一直守着他 而他们之前从云深不知处下山前 蓝锡辰又被怨气是伤 无暇顾及他们两个 现下他身份被揭露 蓝锡辰还不一定知道 蓝忘机带着魏无羡回到了云深不知处 蓝锡辰冷静了不少 道 我带魏公子回去 之后你再过来吧 白石小镜通往幽境偏僻的小院 院中开满葱龙燕野的紫色小花 龙丹小柱 魏无羡方才匆忙离开此处 无暇去顾及 这是什么地方 此时他回到这里 被这从与姑苏蓝氏气质不甚相符的龙胆花吸引的时候 扶至心灵 方才想起这个名字来 这里是龙胆小柱 蓝锡辰忽然开口 向魏无羡导来了这座龙胆小柱的来由 这里 是我和旺姬的母亲的故居 就是重提 听闻蓝旺姬六岁时便没再见过母亲 魏无羡不知如何言语 心底密密麻麻开始难受起来 直到蓝夫人一定很温柔 蓝锡辰道 至少在我和旺姬的记忆中确实如此 旺姬她一直都很固执 与你倒是不相上下 魏无羡笑了笑 没回答 半晌 蓝锡辰忽然又道 其实 这么多年 我原以为无羡你真的不会再回来了 魏无羡注视着月下花丛 木有迷离 下意识叹道 是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上回来时 这院子里的龙胆花都还没有开 雨霸 魏无羡忽然觉察到不对 浑身一僵 恶然处理 上回来时 是指她来云深不知处 求学时来过此地 怎么可能 可是这周围的环境 的确很熟悉 可为什么她细细回想时 却全然没有来过的印象 而且则无君 又为何会换她无羡这样的称呼 可是蓝锡辰没有否定 而且认可了她的话 接道 可你还是回来了 听旺姬说 你是受人献设 从前你对我说 你看见了 或许是夺赦重生的自己的秒像 而你坚决 不会做夺赦的事情 所以也明确表示 你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也不知那秒像是何意 你透露给我的 不确定的因素太多 所以当年旺姬得知你的死讯时 即使已经看见了她 那么大悲大痛 我也一直没有 敢告诉她这些事 只怕她期望成空 受伤更甚 而你身亡之后 旺姬本就受了戒鞭伤重 最后却没有大碍 如此 我便以为你们二人的天命羁绊 已经完全解除 没想到 你们还能再续此缘 这样也好 得闻此番言语 魏无羡如遭雷击 猛地抬头看着蓝锡尘 声音似有激荡 还发着颤道 泽吴军 你说什么 我和蓝湛的 天命羁绊 蓝锡尘文言 唯有正冷 见魏无羡 茫然又无措的神色 顿时肃然道 无羡 你此言何意 魏无羡心底窜声起 一阵阵胶着 胸膛起伏难平 她觉得 好像有一些极其重要的 被封存的事情 马上就要撬开束缚 正拖出来 就缺一把钥匙 魏无羡 闭眼定了定神 睁眼看向周围 然后艰难道 我之前 真的来过 这座龙胆小柱 蓝锡尘也察觉有意 汉手答道 正是如此 无羡 你是否记忆有损 我当年曾与你说 下次你回来这里 便告诉你 这座龙胆小柱的含义 你也不记得了 魏无羡闻言 脑中一片刺痛眩晕 则无君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蓝锡尘沉声道 血洗不夜天之后 我们秘密将你和旺姬 从乱葬岗带回来 你无论如何 不肯让旺姬知道 所以 我便安排你在此处住了一个月 血洗不夜天 她为何 为何完全不记得了 魏无羡胸中淤堵 强行咽下喉中咸兴 白石小静 踏来足音 蓝旺姬的身影 屹立在院门处 兄长 后面的话 不需要出口 就已经明白了 许多事情 蓝旺姬本就已经有所猜测 蓝锡尘难得见到 蓝旺姬面上浮现的复杂情绪 闭目长叹一气 继而看了一眼 依旧处于茫然的魏无羡 道 或许 只能由我来开诚不公 告诉你们一切了 进去吧 十数年前 乱葬岗 温情转头 居然看到魏无羡在捣吃自己 她与江城决裂 那一战后 腹部被捅了个对穿 这乱葬岗医要亏缺地紧 她的伤痒的也不是很好 再加上她平时也不怎么注意形象 清白着一张脸跟个鬼似的 来乱葬岗这么久 魏无羡每次只有下山时 才会整理一下 看到她这么打理自己的仪容 温情总觉得 她是要打扮好了去见小情人 温情随口问 天天见你往山下跑 没见你有多勤快 怎么不见你把人带回来 记着 下去买萝卜种子 魏无羡必种就轻道 萝卜难吃 没等温情发火 跑路的时候 顺手把哀怨加在叶下 魏无羡没头没脑地回头喊了一句 我今天就把人带回来 然后悠悠下山去了 温情 她只是随口一说 怎么还真的有人 魏无羡心道 等着 我今天要是遇见了 就把她带回来 只是她在心底放得狠话 在看到真人的时候 还是怂了 就请兰湛吃顿饭好了 兰湛 阿怨呼噜噜喝完了甜羹 拿着兰望鸡 给她买的两个竹签蝴蝶 嘀嘀咕咕自娱自乐 魏无羡心情有些复杂 方才她还在猜测 兰望鸡 究竟是怎么叶猎路过此地 现在又知道了 江燕梨和金子轩快要完婚 有点发毒 又看兰望鸡哄孩子被逗笑 你不想转发出了 散访